立法委员爆料 总统府秘书长苏嘉全的外甥 国营企业唐融铁工厂的总经理张仲杰 牵涉了四个弊案调查属实 可是没有被惩处 而且这个调查的公文变成密件 苏嘉全回应这是抹黑 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他已经批准张仲杰请辞 兰尾这话留给大家想象 总统府秘书长苏嘉全的外甥 国营企业唐融铁工厂的总经理张仲杰 因为涉及四项弊案引发关注 包括了物资采购由长子承包 而员工旅游则是交给次子负责 另外员工衣服更是给了妻子 开设的服装公司采购 最后刚才更用低价未经审核 自行卖给红云公司 俨然把国营事业变成家族企业 公文就是内部调查 调查的结果就是说属实 妙的是张仲杰这四项弊案 遭到调查确认为师之后 却被经济部列为密件 至今完全没有处置 他并没有包庇 也没有任何的隐藏这个案子 至于密件的部分是因为 他影响到的是一个上市柜公司的营运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当然是会比较小心 这个张总经理他自己也向公司请辞了 那我也批准了 但张仲杰的请辞并没有为争议画下据点 因为这起弊案一度被经济部列为密件 让蓝营质疑他的后台恐怕不单纯 因为张仲杰是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的外申 而最近案子还牵涉到像是十任经济部次长王美花 以及十任经济部长沈隆金 质疑有国王人马层层包庇 但这样的指控让苏家全反驳 是不是抹黑 他是不是你外申 是 他有没有弊端 有 请问我哪一点讲错了 国民党立委点到为止张仲杰案 也让背后的国王人马跟着一一曝光 东东学院叫做王伟成王哲 在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